大家好,我是秋田 上集最后说到 真田家决定加入知田信长 但是要加入知田也不是想加就能加的 这时候信长其实是看不起真田家的 因为真田家只是信农角落的小县郡中 其中一个国人众而已 领地非常小 所以昌信想要让其他国人众加入他的麾下 领地变大才有资格和信长对谈 到了隔天,知田军进入信农 昌信马上召集所有国人众 和他们说已经没能挡得住信长了 大家赶快同盟才有资格加入知田军 这时候其他国人众当然有很多疑问 出府昌信就问 为什么你这么坚持加入知田军呢 昌信就说 凭我的直觉而已啦 昌信就说 你在武田圣赖旁边这么久 结果旁边出现一堆人叛变 你都感觉不出来了 要大家怎么相信你的直觉啦 昌信只能笑说 哈哈哈哈 说的也是耶 哈哈哈哈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其他国人众根本不想 驱救成为真田的家臣 所以让昌信非常烦恼 昌信只好另出其招 交给儿子一封要给北边上山家的信 昌信说 因为上山家寄信来拉拢真田家 而真田家的回复就写在这封信里面 这封信攸关真田家的生死 叫儿子一定要亲手送到上山家 真田信信出发后 被其他国人众的人发现了 也知道他是要送信去给上山家 这些国人众认为 真田昌信表面上骗他们要加入知田军 结果背后却偷偷和上山勾结 是个不能信任的男人 所以马上派人去拦截这封给上山的信 开始激烈的信件争夺战 交战了一阵之后 随行的左柱就说 快把信给我 信信就把这封信给左柱 但在左柱要跑的时候 信不小心掉了 为了回去捡信的左柱 被从后面袭击挨了一刀 倒地后吐血死去 想到信的国人众四鹤正五就说 这果然是一封给上山的信 只要把这封信交给知田军 真田家就完蛋了 送信失败了 信信回家和父亲道歉 这封攸关真田家存亡的信 竟然被抢走 只好切腹谢罪了 昌信就说 算了啦 我已经知道你尽力了 信信就说 我知道是出府昌相和四鹤正五的手下 抢走这封信的 我马上就去抢回来 这时候出府突然进来了 昌信就说 辛苦了 请坐 信信完全无法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抢走信的出府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出府已经和昌信联手 引诱四鹤正五抢走这封给上山的信 然后送去给信长 才是昌信真正计划的 其实上山根本没有笼络真田家 这封假的信本来就是写给信长看的 信长看到这封信就会觉得 真田家厉害到连上山都急着笼络 所以一定要见见真田家才行 这样一来 反而不是真田家急着找信长 而是信长急着找真田家见面 这时候昌信叫了一声佐助 跟他说做得非常好 原来佐助那时候只是假死 演了一出信好像真的是被抢走的戏 信信也吓到了 全部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只有身为儿子的他不知道 所以也让信信非常难过 也觉得父亲非常看不起他 所以回去耍自闭了 但也如昌信所料 信长很快就回信邀请真田家前往拜访 但因为不确定可以活着回来 所以只带赤子信帆去 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彼此才可以马上继承真田家 打点好所有事情后 昌信和信帆就出发拜访信长了 到达信长的居住地后 在见信长之前 信长的儿子知田信中 先问昌信两封信的问题 一封是加入赤田军的信 另一封是和上山军求援的信 为什么要同时寄出这两封信 昌信就说 请仔细看上山的信 因为上山拼命地拉拢我 所以我是回信让上山再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信中就问 既然你已经决定加入赤田军 为什么还要回信说要时间考虑 却不直接拒绝对方呢 昌信就说 其实这只是个计谋 因为这次拜访赤田的消息 一定会马上传到上山那边 上山就会趁这段时间进攻真田的领地 所以为了不让上山进攻 才会寄出这封拖延时间的信 结果这封信竟然没有送到上山那边 完蛋了 拜托赤田军帮忙守护真田家吧 这时候信长就进来了 信长是非常前卫的人 也非常喜欢西洋文化 所以才会全身穿着西洋风格的服装 看了昌信一眼之后 觉得昌信面向不错后就走了 也代表真田家确定可以加入赤田家 但是必须把上野的早田城和颜柜城 让给龙川一翼 这两座城是真田家主要的领地 让出去之后 真田家的领地只剩下一点点 但因为是信长的命令 也只能拱手让出这两座城了 在这时候 闲晃的信凡突然听到有人在骂人 前去一看 发现是知田信长在其他家臣面前 暴打明治光秀 之前有介绍过 光秀在战胜五田的庆功宴上说错话 信长认为光秀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做 所以信长边打光秀 边问说 你是有做什么 你是有做什么 这时候光秀回头看着信长 还露出微笑 看得出来光秀准备干大事了 真田家因为成功加入知田家很开心 以为新的时代要来临了 结果知田信长和笛子知田信中 都在本能事之变事件中死去 真田家和知田的家臣 知道信长死讯后会如何反应呢 我们下集再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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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